搖桿的安裝測試 在我們的套件組裡面有一個搖桿 我們看到他有接五根針 這五根針我們要接上去,所以我們要去找一個 五條線的 排線 兩邊都是五條線的 那我們一樣把 黑色的接到 GND裡面,黑色的 黑色的線 往GND的上面去接 另一個端接到我們的IOBOX 那來看一下我們的IOBOX 在我們的IOBOX上面 這邊有一個JOY 再過來是一個-號一個-號 然後A2、A3還有一個12 那表示他會用到 兩個 類比針角 A2跟A3 這個12是數位針角 會接在 數位針角12的上面 那我們把 黑色的線對準 負極 GND的線 對準負極 把它插上去 那這樣就完成了 搖桿的 設定的安裝 那我們把搖桿接好以後 那在我們的 Squatch2裡面 我們要怎麼去 驅動它呢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我們連上我們的感應器 我們接在USB0 這個Arduino接在USB0 連上去之後 啟動我們的 開放硬體的程式 連上之後它是綠燈 那我們會用到 兩個 A2 A3的 類比針角 那還會用到一個 D12的針角 D12的針角 那我們讓 事件開始的時候 重複去做一件事 我們來看 A2跟 A3還有 D12的針角 那我們怎麼去做 顯示這針角 現在我們同時要顯示三個 好 數值出來所以呢 我們用一種方式使用變數的方式 我們做一個 變數叫A2 另外一個 再做一個變數叫 A3 再做一個變數 叫D 12因為我們這邊是12針角是數位 那我們就不斷的把 設定變數 為多少 三個 那我們把 A2 A3 D12 同時 把數值 放進去 A0 A2的值 然後 同時再把 A3的值 放進來 再把 D12的值 放進來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知道 電腦 取得的值是多少 我們來測試一下 一個A2 一個A3 一個D12 現在都是0 按下啟動按鈕 那看 A2 A3 它都在 516517 一個516一個517有一個 A2是有時候會再散 那D2它都是1 那我們接下來 要來 啟動搖桿 我們這是我們的搖桿的圖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搖桿 假設我們的搖桿 向右 A3會變成什麼 1023 假設我搖桿 向左 A3會變成0 所以向右 1023 向左 是0 放在中間是 500多 那向上推 向上推 它是1023 A2是1023 向下推 A2是0 這樣我們就有四個數值可以知道 那另外一個D12是什麼 這個搖桿還有一個功能可以往下按 往下按的時候是0 平常是1 往下按的時候是0 再來是1 這樣我們有四個數值 就可以 讓我們的角色依據這個四個數值 來去做移動 假設我們要讓 貓咪 往右走 那就是搖桿往右的時候 來啟動這個動作 有了這個四個數值就可以做 我們利用四個變數 也可以來知道 我們現在的 好 我們使用變數也可以來知道 我們現在感應器的值 兩個方式 之前我們介紹過用說的方式 說它只能說一個 那你會搞不清楚現在是哪一個值 那我們可以用變數的方式 來取得 這個感應器的值 要不要把那個人拍到 既然已經認識了 四個數值 一時 也是 這個 這個